不吹不黑 说说美国到底援助什么了 祖图 首先 未用生命预警的李文亮医生表示哀悼 昨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就各国向中方提供援助的最新情况的提问时 感谢了一大批给予中国援助的国家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还在持续蔓延 而自疫情爆发以来 美方也多次表示要对中国的疫情提供帮助 细心的网友很快发现 这个名单里没有美国 很多信息显示 其实从第一时间开始 中美双方就曾就病毒研究 医疗援助 物资援助等方面展开过讨论 中国也曾在较早前多次向美方通报了相关情况 美国政府的第二批撤侨飞机 携带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于北京时间2月4日晚间抵达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武汉 美方也在持续不断地公布相关消息 2月5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对美方为抗击疫情提供的协助表示自豪 他的推文说 我们迅速地协助将捐助的救命个人防护装备及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往中国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人们 我为此感到骄傲 感谢慷慨的美国各组织机构对援助行动进行捐助 双引号 美国驻华大使馆也在微博上转述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格斯在推特上发表的原话 同时也表述了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心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统计 截至2月5日已有上百家家外资企业捐赠物资及现金 美国 中国 香港 韩国 印度尼西亚 英国的企业捐赠额暂居前列 美国企业的对华援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 截至2月2日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的统计 这188家在疫情中向中国捐款的境外企业 美国公司占58家 占比31% 如果除去41家港澳台公司只计算其他国家的公司 那么美国公司占比接近40% 那么美国在本次疫情中 对中国的帮助有多少呢 1月28日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非盈利组织直接救济组织 Direct Relief向武汉紧急运送了超过20万个口罩 直接救济的货物还包括隔离服、防疫工作服和检查手套 该批物资于1月31日下午送到了武汉协和医院和校感市中心医院 包括捐助者以及受助者的多个消息证实 物资费用全部由美国非盈利组织直接救济组织支出 国际运费则由美国联邦快递FedEx承担 国内运费由中国邮政承担 而武汉大学北加校友会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北加校友会 则协助了这次捐赠 比尔吉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向中国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 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 用于帮助中国相关合作伙伴加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 应急干预实施和医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 随后在2月5日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 用于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中国相关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和国家层面的相关机构 共同应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霍尼维尔公司捐赠价值100万美元的物资 支持武汉医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捐赠物资包括空净和水净产品 ICU空气管理系统 以及针对医院管理的扫描打印设备 另外还包括赠与武汉学校的霍尼维尔儿童蒙虫口罩 3M公司调配现有的所有库存资源 捐赠包括80箱医用口罩 1330箱防护口罩及洗手液在内的 共计价值超过700万元的疫情防控物资 波音公司将向中国捐赠25万个医用口罩 以协助解决中国医疗用品供应短缺的问题 这些物资将直接捐赠给湖北省武汉市 和浙江省州山市的地方医疗机构 会是公司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会则基金紧急捐赠款物总价值2700万元 主要为抗击疫情购买医疗用品 以及为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医护人员和妈妈们提供营养支持保障 通用电器公司捐助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医疗物资及现金 支持疫区抗击疫情 其中包括100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 用于购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区急需的医疗物资 及满足疫区部分紧急现金需求 以及向武汉红十字基金会确认捐助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 用于支持疫情诊治工作 高通公司向相关组织捐款700万元人民币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安利公司于1月26日捐赠首批100万元通用防疫物资 供武汉市个定点医院使用 随后在1月31日向武汉市慈善总会紧急捐赠第二批价值1000万元的通用防疫物资 百威公司向武汉市汉阳区慈善会捐赠1000万元款物 包括人民币现金500万元 价值400万元的医疗物资 以及价值100万元的应急纯净水 特斯拉公司捐助500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 用于协助中国支持疾控中心 以及其他机构应对本次疫情 除了以上企业 还有亚培、苹果、百事、麦当劳、福特、星巴克等众多美国企业 支援中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阻击站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除了美国 还有许多的外资企业也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为中国人 我想我们需要对包括美企在内的所有境外公司表示感谢 这次病毒肆虐让我们看到了危难时刻的人心 中国古话常常说之恩感恩 谁关心你 谁不关心 到底谁是朋友 谁不是 谁把你的命当回事 美国对中国对医疗援助很早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915年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并投入巨资 按照美国约翰或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模式 正式设立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 协和医学院是中国第一加八年制医学本科的医学院 上世纪20年代 协和医学院就已经是全球最好的医学院 30到40年代 中国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院长 无一例外 军系协和医学院毕业 为中国的医学现代化和公共卫生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协和在被日军占领之前 培养出了315名医学博士 263名高级护士 这些人绝大多数成为后来医学教育界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军人物 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100多年里 全球最大单笔投资项目总共耗资4500万美元 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11美金 点击查看关于协和医学院的参考文章 时评改变还是被改变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帮助 连毛泽东都不忌讳谈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做积极宣传 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 就会产生好的影响 国民党却不是这样 他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 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 正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 点点点点点点 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 双引号 以上毛泽东原话摘自党史通讯 1983年27毛主席谈美国民主 话说回来 在中美关系中 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些让我们感动 给我们帮助的例子 许多媒体天天说宣传正能量 然而对两个大国关系中的正能量 却往往视而不见 更有甚者 一些媒体还试图回避或者歪曲 变成负能量 这是很不符合中央的宣传政策的 日前 由华盛顿华侨华人志愿者募集的 医用物资已经从纽约运抵中国 这批2.4万个医用口罩 价值超过9.5万美元的 医用物资由华盛顿地区的 华人志愿者平台筹集 1月30日 美国20多个州的华人华侨 自发募捐的符合国内 使用标准的口罩 防护服 护目镜等7.9万余套防疫物资 通过美国康尼航空 K4986航班747货机 降落苏南硕放机场 1月31日 美籍华裔篮球运动员林书豪联手礼群 向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捐赠人民币100万 同时也将发动全员募集 并采购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2月5日 美籍华人创立企业Pick Momentum 在当地采购了50箱 1250套杜邦TYVEK800 上海进口医用防护服 设资近3万美元 捐赠给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用于抗击肺炎疫情 也是迄今上海接收的 最大一单海外华人企业 捐赠的防疫物资 包括以上在内的 还有众多在美华人同胞 美国的企业的对中国抗疫的帮助 我们要长久记得 西洋军前几天在一个群里 看到了令人难过的一幕 一个美籍华人给国内捐助口罩 捐助器材 然后一个群友转发了一篇阴谋论文章 大义是说病毒是美国制造的 我们一边援助还要一边矮骂 我们先投毒再援助你们 我们是吃饱了太称骂 说完退群了 这位几天没睡觉的美籍华人非常伤心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差不太多 别人过去帮过你 平时也帮助过你 那就多念着点别人的好 谁家还没个三灾八难的 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都一帆风顺 别人帮了你说一句谢谢不丢人 这是个基本素养的事 我们将心比心 你今天口罩用完了 邻居送了你几个 然后你一句谢谢都没有 你觉得下次邻居还会理你吗 想通这个事有那么难吗 江湖上有句话说 出门靠朋友 人这一辈子都在交朋友 我们从幼儿园丢手绢二开始 就在交朋友 你是觉得交朋友更重要 还是骂敌人更重要 更何况这个敌人要看怎么界定 这个人呢 一上来就觉得 韦小宝是他的敌人 但几次都是韦小宝救了他的命 陆顶记里面有个刘依舟 是芳怡的男朋友 最后他女朋友觉得 他太忘恩负义了 这样的男人不能要 他还是对韦小宝 天天骂骂咧咧的 其实波普尔早就说过 那谁谁谁一开始就错了 我们都在找朋友 但他在找敌人 最后我们来说个 令大家比较宽心的事情吧 大灾大难面前 敌人不重要 朋友才重要 美国首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患 在接受埃博拉病毒新药 瑞德西韦 Ramdesivir治疗后病情转好 相关成果被刊登 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 上该文章全文 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1月31日刊登的研究指出 美国首名确诊病患 在接受瑞德西韦治疗后 恢复状况良好 其肺炎状况在一天内就得到改善 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主治医师指出 这是全球首度以瑞德西韦 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 但此药的效用和安全性仍带检验 瑞德西韦是一种核肝酸类似物 可以通过抑制病毒核酸合成 实现抗病毒活性 此前主要是用作 埃博拉病毒的试验药物 进行相关研究 在科技部 国家卫健委 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支持下 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 已完成临床试验的注册审批工作 第一批病例入组工作也已就位 大家注意哈 报纸里面用词是跨国药企 不是美国药企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小心思在糊弄谁 有啥用 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一家美国企业式的 研发出瑞德西韦的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 Galias Sciences表示 已跟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 支持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开展两项临床试验 吉利德无偿提供研究所需要物 并为研究的设计和开展提供支持 不由令人对患者未来的康复结果充满期待 瑞德西韦结构式对比 据生物科技媒体BioCentury报道 当地时间2月5日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公开了一段会议视频 公开回应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将吉利德科学公司实验药 德西韦申请发明专利事件 吉利德科学公司董事长Daniel O'Day回应 无意介入专利纷争 这对我们在全球的健康事业没有影响 我要强调的是 我们的责任是患者 在2016年就已经救该化合物 以及针对冠状病毒的用途 在全球申请了专利 也包括中国 但是中国的申请还有待批准 今天范城资本的陈伟星 也在微博上披露 他遇到了瑞德西韦的研发部门负责人 并有明确了消息 经中南山院士建言 中央已经决定采用同情用药的方式 直接给患者用药 不再等待临床三期 瑞德西韦是让我们在新冠状病毒 阴霾笼罩下看到的新曙光 在等待特效药物问世的同时 我们需要积极做好自我防护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相信最终我们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